舞的類型是什麼啦 依賴別人心 唉唷 這種真的是 有 有 有 我朋友 我在英國 我在台灣 我都是當我朋友的旅行社 我幫他們訂飯店 訂那個飯店 呃 訂飯店 訂飯店跟 hotel 還有旅館 訂機票什麼的 都是這樣 我上一次去英國 有一個台灣的朋友 是跟我一起去 他那邊的時候 我們一直去博物館 因為很多英國的 很多博物館是很有名的 他一直說 就是去很多博物館嗎 我三個月前 已經給他功課 那你要自己研究看 要在英國去哪裡 在倫敦什麼餐廳玩什麼 他就說 就是依賴著我 因為我是英國人 他是依賴著我是當導遊 你的就對了 有些依賴到已經 就是說我們把他 這個你講最合適 你講我去拜託會 你看我們把他拉到整個群組了 旅行社的人也在裡面 是 那旅行社的人就在裡面呢 你機票錢為什麼不問他 要私信問我 對耶 我去旅行社你了 所以是旅行社你開的 不是啦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其實他算是好咖型的 比如說我們去哪裡去吃什麼 OK啊 OK啊 好啊 你們決定就好 他也都是順著我們的意思來 所以逛街呢 就會變成說 明明很多店都很小一間 不到兩坪三坪 你明明手上拿了一件T恤 你就可以跟店員 就在你的一部旁邊而已 你可以問他多少錢啊 他會轉過來 實在你幫我問一下這件多少錢 對啊 為什麼 他就在你旁邊 不是 為什麼 真的 不是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當那個中間人 對 為什麼我要幫你問 他只能不能直接跟對方對話 對 很奇怪 還就不曉得 會害羞是不是 哪有怕聲 我也曾經碰過剛剛聖老師講的 那個人就站在這邊喔 對 然後所以我有一天我就忍不住 我說其實他也聽得到你講話 你可以直接問他 對啊 直接問就好 為什麼你不直接問他 要碰到別人 看過你在轉答 每次都這樣子 對 可是我要講一下 因為看是哪一個人啊 因為我們外國人 有時候你知道嗎 我們去跟那個中間講 他們會報價更貴的東西啦 喔 這個我們懂 這個我直接 所以看哪一個 因為我以前一直推我朋友 幫我問一些東西啦 對 因為如果我問 他給我一萬塊嘛 我朋友台灣人問 對啊 所以差 有時候會差 台灣人幫你問應該一萬五啊 對 哪有差這個 這麼貴 那是你 不如我們來看一下第六個類型 第六個 哎呦 干涉別人型 什麼意思咧 這個我來 這個我來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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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看一個東西不一樣 你看小楊哥 她穿的衣服 她的病位 不好看嘛 就是她的病 你知道嗎 我跟妳講 妳講妳的故事講 妳覺得到我身上幹嘛 要講清楚嘛 要講清楚 我跟你講 你不要欺負老人家 我跟你講 我以前來參加這個節目 大家跟我說 我穿的衣服不好看 為什麼呢 因為我穿鼻鞋 然後背牛仔褲 有什麼東西 而且你牛仔褲有點短 這個可以弄了啦 這個可以弄了 他只是反折 這個可以弄啊 那我是覺得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 我的風格嘛 對不對 怎麼越來越靠近 而且他仰間不一樣草 他反折 你怎麼不一樣草 秀一下 秀一下 對 每個人的品味 品味不一樣 不一樣嗎 這個是看妳的想法 秀一下另外往前走 再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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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妳再走出去 我還有蘋果 好 好啦 反而沒變 你懂我意思嗎 抱歉 你剛剛已經弄了三五分鐘啦 對 你到底要講什麼 我是要講 因為很多人 就是有以前出去喔 是 那為什麼人 要管我穿的衣服 因為穿的衣服 就是我們個人喜歡的一個東西 喜歡就好 你喜歡 穿不好看沒關係嘛 我們會尊重嘛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會尊重 那我喜歡 我還不在乎啦 我喜歡穿比較老 比較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們現在是不會講話 我幫他講 比較不注重外型 不是 你們可不可以聊你們自己的事情 好 沒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朋友是朋友嘛 對 朋友就是看到一個另外一個人 就是穿的怎麼樣 這OK啦 還是要跟大家說 欸你還是帥了 你還是 喔沒關係 你穿的就是這樣子OK啦 對啊 所以朋友就是要這樣子本組別人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別人常常嫌你的衣服品味不好看 不好看 是真的不好看 為什麼要這樣這樣啊 但是還有一種朋友 就是 他就是永遠一直叫你幫他 買一些東西 可能是一些小小東西而已 就是 欸你可以順便幫我買這個嗎 但是他永遠不把那個錢還給你 過了幾天我們要去看電影 因為是他朋友約我們去看電影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跟你們一起去看 他有跟我說 我說 前幾天 你說一千塊的東西 你還不緩 你還有意思 跟我要這個兩百八十塊的意思是什麼 280塊 我懂這種感覺 講出來 真的很奇怪 自己的標準跟對那個別人的標準 你知道我覺得 我們也不是說很小氣的人 對啊 有時候出去吃飯 那我知道你今天手頭有點緊 那我就會覺得 算算算 今天就是我買單 沒有關係 或是有吃了一頓 我都會叫上你 就覺得我知道你手頭緊 這種都OK 可是這個都OK 我們都OK 可是有一天 你忽然間拿一個二十幾萬的包包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啊你前面 對 他跟我講你沒有錢 然後我請了你那麼多頓 那麼多錢 是發生什麼事情 對 可是很多女生就是這樣啊 他就是 什麼便宜他都要攢 然後 我有遇過啊就是去買東西 他說那我要買這兩件衣服 一刷卡沒過 他說那怎麼辦 啊我那信用卡錢還沒繳 事實上也沒有現金 然後店家就說 喔好那你是私家的朋友 那你先付點訂金好了 他就這樣 看著我 他就看著我 然後那店員也 看著我 我就想說 欸這下 我把錢拿出來好像 你下次怎麼會 你下次就站在那邊說 這也是哪裡 這也是哪裡 你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 欸一片沈默 然後這樣看看看 然後看著我 然後我就說 喔好那我先借你兩千 就先借你兩千 他說喔好啊 然後隔天 然後我還試探性的說 我說那你衣服去拿了沒 我想說 我就提醒你一下 你衣服拿了沒 他就懂啊 他就說 喔我衣服拿了啊 就沒有帶不到兩千塊的 對 就兩千就是我捐給他的 對 就這個意思 差不多就這種行為 那除了上述 這個六種類型之外呢 你們有沒有碰過 其他討人厭的姐妹討的行為 還有一種 我也很不喜歡就是 他會把你的東西當作 他的東西 對 就譬如說可能 你拿一個東西出來說 欸欸欸欸 借我看一下 然後看完了之後 他就說欸啊 那這個多少錢 我說喔那沒有很貴 很多人就都這樣 就是半路就搶劫走了 然後不然就是那種化妝品 然後你一拿出來 他說欸這看起來好像滿好用的 欸借我用一下 嗯 就輪了一圈 那回來你還要用嗎 你懂啊 就那個回來還能用嗎 施家的東西就很值得ㄎㄧㄤ啊 你怪不得 你今天包包拿出來又有什麼東西 粉底